小明好久不见 什么事 就是前几天我跟我同事装了一台Linux是英文版的 然后用了一段时间 他说他不太习惯 英文不太好 要我帮他装成一个中文版的 而且还要再装一个中文版的输入坊 你没说服他 没有 你应该就是说像我原来说的那样 只要你是从事专业方面的工作 也就是说你是基于Linux的这种专业的IT方面的工作 最好还是习惯使用这种英文的环境 对吧 如果英文环境的话不熟悉的话 你在Linux里面就相当于是文盲 是吧 你再去管理Oracle的时候也相当于是文盲 因为Oracle那些help命令 MySQL help命令 Linux的这种man page 是吧 然后还有甚至你PSP的这种手册开发什么的 尽管有中文版的 但是毕竟它不够新 是吧 Linux的话 你像man page什么的话 如果习惯使用那些单词的话 那么你也不需要付出太大代价 二三百个单词就好了 对吧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Linux当中的这个语言环境 还有就是这些输入法等等 这些概念 它到底是怎么样去设置的 好吧 现在的话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Linux系统 是吧 你看这个标记的话 都是你看computer 是吧 或者上面的话 是applications 是吧 对 这是H1R6 就是Red Hat企业版6 对吧 全都是英文的标题 那么说明的话 我们这个环境变量设置成了英文的 对吧 设成英文了以后的话 我们现在的话 来看 如果要是我们现在想把它改成中文 那这个机制到底怎么回事 首先你要有内容 你比方说我们跟Red Hat说 卖给我一张中文版的Red Hat 这时候Red Hat可能就蒙了 中文版的 我们卖的全世界都是同一个版本 有中文版英文版什么什么 全都在这张光盘上 就这张光盘 那它这个机制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说你会发现现在的话 你比如说买一张Windows 它也有什么语言包 也就是这个Linux的话 更厚道一点 你买一张光盘的话 所有的语言包全都给你配在 配到里面 那这个语言包你有没有装 我也不知道怎么谈 这样的RPM RPM-QA的话 就是查询所有的 所有已经装的软件包 对吧 RPM-QA RPM的话 就是我们安装软件的时候的 这个包管理机制 它就跟Windows下 那个Windows Install一样 对 是吧 也就是说所有的包 都是由RPM负责 把它安装上去 刚QA的话 就查询所有已经装的包 是吧 对 GREP GREP 那么我们不同的版本 我们现在R716 RH15 RH16 等等 它们都是不同的 比方说RHEL5的话 像我记得它是Found 就说 就相当于是字体 你知道吧 这种字体的话 到底装了哪些 它能给你显示出来 这边显示的很多 我这边 这样的 ZH 下回 U ZH CN 是吧 就是简历中文的包 对吧 那我们现在看到是没有 是吧 那我看一下 这个名称 Chinese 不同的版本是不一样 不同的版本不一样 比方说以前的R716 R4R715的话 它的包好像叫做Found Found-ZH 小一CN 那么R715 以前R715之后的话 好像叫做Chinese 这种不同版本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CD到 我看光盘的话 有没有加载 把牌加载了 是吧 那么这样的Mount 说一下Mount 我看有没有加上去 光盘的话 被加载到Media下面 如果要是你在图形界面下 把光盘放进去以后 它就会被自动的挂载到Media下面的R7 R7166.0 你倒进去 是吧 按Table键 自动帮你补齐 自动补齐了以后 CD到R716是packages 如果R715是server 大写的S servers 我到这里面去 Ls 新Chinese 没有 没有的话 说明我记错了这个名字 是吧 看 这个一直的话 我输错了 大写的C 看到吧 刚才的话 其实这个包不一定没有捉 只不过是大小写的话 它是区分的 QA 怎么样不区分 GREP 加上I参数 它就不齐分了 我们看有没有装 还是没有装 对吧 现在我们看 不对 这是KDE的包 这是KDE的包 我看 S 新 ZH 下回 C 新 新 RH16的话变化太多了 这是Xwindow的相关的包 见了鬼了 找不到是吧 找不到的话 你看这里面的话 Xwindow的话 它会有一些这种字体 就是Xwindow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字体 但是它可能是标准的这种字体库 比方说多大的这种字体 是吧 它是标准的这种字体库 当然我们要想查找到中文的字体的话 在RH15里面 那你一般是在什么 如果是在RH15里面 一般是在server目录下 光盘的server目录下 假如说你到了光盘的server目录下 你可以去LS什么 新Chinese 是吧 对 然后你就看到一个Fund 这样的一个包 把它装上去就OK了 当然RH16里面的话 显然没有 对吧 我刚才的话还说 有一个可能是大写的Chinese 但是这个我们看到是KDE的 相关的包 是吧 就是KDE的那种界面的包 KDE的这种界面的包 所以的话 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到底系统当中的字体 有个类比于RH15 它是哪个文件 是吧 我这边查了半天的话 应该是什么呢 这样的 靠一堆包组成 就是说CJK 是吧 这样的一堆包 我们可以看到CJK UNI CJK是一个项目 我们可以看RPM -Q QPI 是吧 CJK 然后我们看 比方说Fund 这个 比方说找一个吧 U 名 然后呢 看这个包 这个包里面的话呢 它说 CJK的话呢 这个就是说Unicode Unicode就是Unicode编码 Unicode编码 Unicode的这个字体 就是Unicode编码的这个字体 是一个什么的Unicode的 True Type 是吧 字体项目 对不对 这边说的很清楚 那么它是遵照什么什么license来发布的 然后呢 这个项目的话呢 有中文的字体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什么U名字体 它还有个U开字体 所以的话 如果要是我们去选择在R716里面去支持中文的话 一般的话呢 你可以这样的RPM-IVH CJK 是吧 把这四个包全部都装上去 CJK开头的这四个包装上去 RPM-IVH把它安装上去 RPM-IVH的话呢 可能很多人都喜欢用YAM 是吧 YUM YUM的话呢 要经过先开始的一次配置 就是你配置完了以后的话呢 可以 可以就用YUM 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 YUM会把你变得越来越傻 越来越傻 因为 你在最开始学的时候 你可能不知道YUM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那么YUM实际上是调用RPM 那它去调用RPM 只不过它有个数据库 它可以 你比方说 有三个包互相之间有一层关系 A包 要想装的话 它需要先装B包 B包的话 要想装的话 需要先装C包 那这样的话呢 你必须先装C 再装B 再装A 是吧 但是你不知道 那谁知道呢 YUM知道 但是YUM的话呢 只不过通过数据库先装C 再装B 再装A 那这个过程只不过是YUM帮你做了 那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一层关系 那么当有一层关系的问题的时候 你也不会去把它这样的就是说自己解决掉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用RPM先去用一下 那我们在讲安装软件的时候 会把YUM的完整的配置和命令 然后再给你介绍 比如说你玩惯了一个男的 那么然后呢 再去把这个就是说复杂的这个东西搞清楚了以后 再搞简单的比较简单了 嗯 比较方便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样的RPM-IVHCJK开头的所有的文件 是吧 对 那么全部装这四个包都装上去了 装装完了以后的话呢 你去打开这个 比方说这个界面什么的话呢 就可以支持中文了 嗯 那么R715我们再看一眼好不好 我们看啊 我到R715里面来啊 我们把这个R715打开 R715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就是说是 就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啊 funt杠 我们看啊 这个光盘没有mount mountdb 我看一眼啊 这个光盘的话 好像是 魅联 魅联是吧 嗯 这R715的光盘在哪里 D盘 D盘是吧 刚才那个就是 哪个目录像 Mages R715 这个吗 好 好 对吧 嗯 那上去 CD到 MNT R715的话就是 Server目录了 是吧 在这个里面 RPM 钢 RVH 啊 Funt Funt 是吧 钢 Chinese 这个包的话就有 你一旦把这个包装上去以后的话呢 中文支持就有了啊 这个我觉得就是Rethead的轨迹就是越做越 对就是Rethead的这个就是运作它这个产品的轨迹啊就越做越复杂嗯越来越复杂 你像这里面的话呢这个就很清楚对那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改 那可能是因为版权的问题嗯那就是说Rethead的话呢他可能没有自己有拥有版权的字体对他采用一些开源的那种字体嗯或者他希望他的字体更漂亮一点对在这个图音界面里面的话呢看到个字体收放的时候啊他比较粗糙嗯那就是他字体不够好嗯啊那微软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做了很多这种字体对以前的话甚至就是说微软把自己的 出台湾的字体啊全部都共享在网上嗯然后很多搞Linux的人就是在以前啊直接把微软字体下过来直接塞到Linux里面 塞到Linux里面然后呢再用那个字体工具啊字体工具我就叫做Font什么什么啊 嗯叫做好像MakeFont还是之类的就是因为过去的时间比较老了就是RTL3的时候我记得就就在折腾了Rethead8Rethead9 嗯RTL3啊就把那个微软的字体直接copy到这个Linux的某个目录下然后运行一下那个就是添加字体的这个命令啊啊就是直接把它加到配置文件里面微软的字体就直接可以用了啊但是那都是盗版的啊就是说你是盗版人家微软的字体嗯后来的话呢微软把这种字体就直接就就是说不允许呃就是根本就不共享出来当然你去copy的话你自己把它copy起来能用的话也可以只要你生成 产品只要你的生成的产品里面有微软这个字体微软就可以告你啊所以这就是说Rethead的这个号中文字体的话你像他老的这套中文字体可能看上去不是true type的嗯 很好看嗯很好看那么在r716里面的话呢我们看到他要加这样的一个就是变成这种新的这种true type的字体 对刚才看到了CJK的这个项目嗯就是true type的unicode啊字体对所谓unicode就是它的这个编码的格式啊编码的格式我们知道有老的话就GB2312很多的网页的话都GB2312 GB2312是国家的这个标准啊后来的话呢就是GB18030是吧啊那这个都是国家国标啊也就是你在中国发行的所有的这个软件的话必须得支持国标的这种编码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假如说我给你个数字啊12312嗯1234啊这样的一个数字 它代表的中文的是哪一个字啊你知道吧那么1235啊12361237每个都代表一个字就是代表一个数就是一个文字嘛啊这就是编码嘛嗯那这就是国家的编码那么另外老美的话呢他搞了另外一套叫做什么呢unicode嘛啊就是我们的utf啊杠8对不对这个是用的非常多的这个字库的话就是说呃这个编码的话 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页面下嗯你又有中文又有日文又有韩文那你怎么显示啊那你就得肯定把他们都得加来起来对你比方说你要我给你个1234这个代表着一个中文的字符是吧那1235代表另外一个字符对吧对但是呢我们在韩文里面1234代表的是一个韩文字符它是不是就跟中文字符的话去冲通了对所以的话呢你要么用GB2312要么用韩国的某一个字符 嗯字符那老美的意思是什么呢哦我现在不用什么1234两位的这个两个字节的这种就是两个字节的这种字啊那我用什么呢我用八个字节嗯我八个字节的话呢也就是说意味着同一个字符的话呢可能是啊就是这是我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编码但是我推测是这样的那么1234就是我们知道一个字节的话一个字节的话他应该是就是用两个16进制 一个字节的数吧一个字节那么现在的话呢我要八个字节多少个呢123412341234我看了应该是这样的就总共八个字节嗯这不是两个字节吗你看吧总共八个字节来表示这个字符那这样的话呢我能体现的这个就是各民族各种文字都可以放在一个字符体里面 嗯那我一个网页的话既显示中文又显示韩文又显示什么日文能不能呢那那可以啊嗯完全可以是吧因为我这个字符集足够大占用了八倍当然了还有unique就是UTF-16哇他老的话还有UTF-2-4-8你要吧-16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说的这块的话呢不一定对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嗯但是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嗯好吧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呢我希望大家再去呃跟我的想法的话去 硬证如果要是你证明你比我强就是说你知道的比我更多啊欢迎你告诉我嗯你告诉我的话就让我长一些知识但是呢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你看吧嗯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话就是说这些字符集肯定支持的是UTF-8的对就是这些字符啊他肯定支持的是UTF-8的嗯你看吧那么我们把它装上去了以后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就应该是支持什么呢中文的了啊啊这是中文的 那以后你看CJK开头的啊UNI就是unicode嗯支持的什么呢True Type的字体那True Type的字体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啊这是我刚才给大家做的比方啊那如果要是你现在的话呢遇到的一个RTL5也好RTL6也好那么通常大家看到我就跟没头苍蝇这样撞了半天是吧那一般是这样的RS星然后呢你可以看一下的话呢在这个目录下有哪些字体文件嗯 你看的像的然后呢把它装一下好吧嗯你看的像的装一下那这里面的话呢很多很多fonds就是各种不同的软件的这个字库是吧那我们的话呢就是通过查了一下就是系统的这种呃依存关系那么我们知道的话呢可能是什么就是CJK开头的这些四个文件是吧你就把它装上去这RTL6那RTL5的话是怎么样呢RTL5的话就是 这个FontGangChineseOK的啊那RTL4是什么呢我也忘了我也忘了但类似是差不多的嗯你要么找什么呢你要么就是说啊你看啊这样的几种类型啊就是你遇到这个版本不同啊你要在RTL6里面你就是CJK是吧RTL5是什么呢星Chinese星对吧嗯啊RTL3等等的话呢你可以这样试试看啊 星ZH下回向CN啊星你看下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包嗯那我记得的话呢以前的版本叫做ZH下回向CN啊或者说ZH中杠CN啊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呃这几种方式还有的话呢就是说FontG 这样的话呢就是看一下那么你不同的RHEL的版本或者SUSE或者说什么其他的版本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看有没有专门的这种中文知识的包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做这个事情啊就是做你的同事要求的这个事情那我希望的话呢就是你把这个语言包啊已经装上了没有看一下有没有装上没有装上的当然就怎么样把它安装上对吧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遇到的RTL3的系统的话呢它就不是一脉相承的嗯啊它总是变来变去是吧那这个也不能怪它因为人家想支持 TrueType字体嗯对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同的版本然后呢有不同的方式去安装对我这边举的是RTL5和RTL6的例子嗯好吧支持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字符就是这个界面肯定是英文啊肯定是英文的是吧那有比较简单的方法的话呢去支持中文啊 那在如果是你是在这个呃就是文本界面下你比方说你看到的是这个界面啊我Ctrlout加F2啊在真实的迹象是Ctrlout加F2是吧切换到RTL6里面切换到第一个文本界面是吧那如果是RTL5里面是Ctrlout加F1切换到第一个文本界面是不是嗯那输完用户命名和密码以后的话呢就登陆进来了啊就登陆进来 登陆进来以后的话你想在这个界面里面的话呢显示呃就说这个中文嗯那首先我就要问你你想给就是他要求你给他配置成中文是吧他是想登陆在这个台机上所有人都是中文还是仅仅自己嗯如果要是你想在呃就是所有的人都登陆成都入登陆进来以后的话全都是中文的话那么你就看一下这个文件就好了啊嗯系统当中的话有一个什么呢 I18N嗯I18N这样的文件这个文件的话呢他是设置整个系统的这个就是语言状态的也就是说默认情况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这个就是这个语言什么样的这个呃字体文件嗯这是在文本界面下那图形界面的话呢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啊清楚吧那其实的话呢我这里面还要补充一个还有一个的话呢这个不是放到I18N里面就是叫做LC LC下滑线啊LC下滑线啊LC下滑线啊这样的一个变量啊这个变量的话呢它是一个就是叫做红呃红变量就是说它是一堆变量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总称也就是说LC下滑线代表的是一系列的变量就一系列的这种设置的值那这个值的话呢就是说它是有很多那么我们想把这些值全部都设置一变的时候用它来设置嗯比如说还有这样的变量啊你如果要是觉得 不明白啊没有关系那么很简单就是Linux里面它跟那个windows是一样的就是你需要定制某一个系统的这个设置的时候那你是需要改一个东西是吧嗯Windows里面是不是改的是注册表对啊而Linux里面改的是什么呢配置文件改的是配置文件嗯那Linux简单还是Windows简单呢我个人觉得Linux里面更简单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它配置文件就是txt的文本文件对那文本文件 那我们怎么改呢就是改一些变量的值嗯比方说VM啊VMETC下的SysConfig当中的I18N啊这是我们R16是吧打开了以后的话呢这里面就是标准的英文的字体和呃这是英文的这个语言还有的话呢就是英文的字体那LNG的话呢就是我们整个全局的默认的语言就是什么呢一言下方言US这表示说什么呢前面的话是English是吧 下方言USUS就是美国啊那么就是美国英语然后面的话呢就是字符集UTF-8啊那如果要是你想改全局的所有人啊我以后所有登录在机器上的所有人全部都用什么中文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打开这个文件以后的话呢按一下I是吧进入音色的模式进入音色的模式以后然后把这个地方改成ZH下方言CN是吧点UTN UTF-8嗯啊这就是我们什么呢就是简体就是中文啊简体中文嗯然后呢UTF-8的这种编码编码你看吧下面的话呢这就是语言啊就是字体了嗯啊那么通常情况下的话呢不管你设置什么样的字体在这个界面下都不会显示出中文了啊啊就是你这样设置完以后啊那尽管上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是一个英文的字体啊这是一个英文字体是吧但是呢它并不会去显示出 是出中文啊啊哇这边晕了就是这是一个英文字体是吧你把它设置成中文字体它也显示不出来啊你要把你现在这样保存病推出嗯啊那么当然现在肯定显示不出来了但是呢你能看到啊我这边的话另外一个地方来登录登录去了然后呢LS一个一个乱七八糟的目录啊就因为还没有启动 我假如说重启是吧啊就是说我重启完了以后所有人的这个变量都会变成ZH下方线ZH下方线CN.UTF-8那这就相当于 因为我重启过以后因为我现在没有就没有把它系统重启嗯我设置完了以后的话呢如果而是你是就是英文状态那就是这样的嗯如果而是你设置成这样的这个语言了以后啊嗯比如说我现在设置中自己的那这时候我所有的出错画面或者MainPage那它就会变成相应的中文啊但是变成中文了以后的话呢在文本界面上都是显示不出来的嗯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呢我们现在的终端默认情况下只能显示什么呢显示那种嗯 那就是不是显示英文显示单字节的单字节的你不要说还是那个例子啊你不要说现在有个好啊有个好这样的一个中文那么它的编码是一二啊一二三四啊假如说是这样的一个两双字节的这样的汉字嗯那他那他显示的时候他会把什么一二变成一个字符字符三四又变成另外一个字符啊那其实的话呢一二三四本来是一个什么一个定位这个中文的 那这样的一个号码是吧对结果他分开两段那你说他能显示好那肯定是显示不成的对所以的话呢我们如果不运行一些额外的程序一般在文本界面上是不能显示出中文字符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终端啊是可以直接支持中文字符的你比方说你用Puty嗯或者是说SecureCRT你设成中文就是这个终端拿到这个编码了以后他帮你把两个字节合成一个显示一个汉字对 你要吧对啊啊所以的话呢如果在这个里面就默认登陆进去以后死活显示不出来除非你装一个软件Z啊我叫做什么呢C呃CHCON哎不是CHCON啊我记得好像是这个OK那你看我看一下我我这样的搜一下啊然后在IE里面呃就是在那个浏览器里面输入ZHCON 是吧那大家可以看到搜查以后的话呢就是说啊这就是一个中文支持对他实际上是既可以支持中文啊又可以支持什么呢那个韩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哎C啊CGKCGK的话就是中日韩嗯刚好我们知道CGK是什么东西了是吧刚才那个语言包CGK是什么意思那么就是ZHCON的话呢他就是一个可以支持 中中日韩啊这样的一个多字节的这种显示的字符那就是显示字库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某人情况下的话呢因为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呢调出来的这个终端啊太简单了嗯太简单了这个简单的这个终端的话呢他不具备把这个双字节显示双字节这个字符的这种能力嗯他只能显示单字节的而一个汉字至少要占双字节嗯对吧那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这种乱码当然你如果设置成中文了以后 你远程登录的时候只要把Puty或者Secure CRT的语言设置成中文的那他也能写成成中文了嗯但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对你知道吧嗯好那现在的话呢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就是什么呢你在啊就是全局里面怎么样去设置成中文嗯现在的话我重新重启系统以后那么所有的人登录完了以后都是什么中文的环境嗯都是中文的环境 也就是在这个文本界面下你登录进去以后啊你比方说完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以后那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出错的画面等等都是这种怪异的字符嗯明白了吧明白了好那么我现在的话就不重启了啊当然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怎么样给全局的用户设置一个啊中文的这种环境嗯那现在话说回来如果你问对方说我现在的话呢就要给自己设置其他人一律还是什么中 还是一问的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解呃改他的这个配置文件啊嗯那刚才这个配置文件的话呢是怎么改呢就是说呃ni是吧对你看ni然后下面这个地方的话呢就变成了e色的是吧然后呢改完了以后改完了以后的话呢按一下什么esc是吧对然后呢冒号输入个冒号是吧wq是吧嗯或者输入一个x对对吧都可以啊 比如说冒号输入个冒号再回顾一下啊按下i键是吧然后呢改完了以后按一下enc那个insert就没有了是吧按下冒号wq嗯那保存命退出这个文件就改完了对啊那现在的话呢我希望的话呢如果你定义自己的话那么自己来改啊嗯怎么改自己的而不影响别人呢vi啊vi主目录波浪符号就是主目录嗯 嗯波浪符号就是主目录主目录下的什么呢比如说点bash啊profile点开头的文件是隐昂文件就是你ls命令不会显示出来的对啊那么vi波浪符号点bashprofile那这样的话呢去打开打开了以后的话呢在这里面啊其实任意一个位置都可以当然我建议你换它写到最后去嗯这样的你可以输入exportexport 这个是不是这个变量啊对啊它等于什么呢它等于zh下滑线cn啊点utf-8对对吧然后呢再去export其实的话呢有两个变量它比较重要一个是lc英式language一个是lc下滑线out这个的话呢等于什么呢zh下滑线cn 啊如果你懒得去输这个utf-8你甚至language也可以等于zh下滑线cn啊不加utf-8都可以也可以啊那么你改完了这样你看啊在linux里面定义变量这就相当于我们在windows下去改那个注册表里面的某一个值说我们要改这个值lang这个值改成什么呢改成这样的一个内容嗯没有吧然后把这个变量然后再改成这个值没有吧嗯export的话呢是 就是把我当前的这个变量啊变成是一个环境变量嗯你如果听不明白的话没有关系其实我们以后的话再讲是要编程啊或者再讲你这个高级的应用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变成环境变量的话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你当前的shell当中可以用你的这个shell的子shell当中也可以用嗯明白吧现在我这样的啊哎现在我是哎错了我现在更改的这种状态是吧insert的我刚才是nri是吧进入insert的 模式了对改了这些东西是吧那你现在告诉我该怎么办保存推出怎么保存命推出是吧n加esc哎n加esc然后冒号冒号wq嗯啊这样的一改完以后那我刚才输入的是什么呢vii波浪符号波浪符号就代表我自己当前是谁呢当前是root账号是吧对root账号的主目录下的什么呢点bash profile profile然后呢打开它以后nri键insert的模式移动到最后 是吧这个这个文件的最后然后呢输入什么呢输入那两行啊定义这个变量的时候加上一个export嗯也就是说我想让我的shell当前的shell和子shell同时去使用嗯啊那这样的话呢改完了以后wq啊保存命推出那现在我们来重新登录一下好吧嗯啊我按outjf啊输入用户root是吧然后呢输入密码啊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啊ls什么东西咦没有生效呢 看一看啊看一看一看啊看一看啊看一看啊看一下为什么没有生效啊这真是见鬼了啊看一下vii主目录下的点bash profile是吧没保存吗没保存吗 我看一看啊我看一看啊哇这真是灵异事件啊 这超猛啊一般这种情况的话很少出现啊 你看这个有那个没有是吧输入s1c s1c的话可以把当前缓存当中的数据写入到一碗上去我们再看一下啊 呀 我看一眼刚才那个啊 可能是哎可能是他们是有一个用户吗不是一个用户 嗯这样的啊 ls波浪符号哎pwd 我现在是另外一个好登录啊 那我现在 哎 这是原来 这叫什么呢 原来做完实验以后啊 不把屁股擦干净 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啊 那我现在是以root身份登录的是吧 vii vii主目录下的点bash 大家刚才看好像都是root是吧 都是root身份的 这个是我原来变过的一个细法 啊这个的话呢在我们讲后面某一节的时候的话 就是你遇到的任务当中可能会有这样的相关的任务啊 我们看这样的话啊 刚好重演示一下移动到最后 是吧 加上一个export是吧 lng是吧 language这个变量是吧 等于zh下号圈cn 其实zh下号圈cn就够了 嗯啊 然后呢exportlc下号圈r 啊 等于zh下号圈cn 啊 这样的改完这两个以后啊 保存并可以出是吧 对 然后呢现在我在这个地方 esit退出 root 是吧 是中文它是不正常解释的 对 然后呢现在我再输入一个什么呢 啊 startx startx是启动图音界面是吧 那么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个图音界面在启动了 我想启动第二个图音界面 那startx 空空格杠杠 空格冒号1 嗯 我再去启动一个 因为默认的是0嘛 0 第0个display 那第二个display的话就是 冒号1了 啊 你看 呃 现在的话呢 因为它也侦测到你的这个语言是 不同的啊 语言是这个中文的 嗯 然后他所以他问说 你登陆到新的语言当中是吧 嗯 然后呢这rt16他会问你 rt15的话管你3721就直接进去了 嗯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他会把你的这个文件夹什么的 本来是desktop 嗯 结果他就变成了什么 如下面的桌面 把它全部都变成中文的 啊 全部变中文的 嗯 我就把这个旧名称好了 无所谓啊 嗯 大家看到就是说这次的话 我们改这个语言的时候遇到了种种的问题 是吧 所以linux他是这样一个系统 你简单的去使用的话呢 很容易 你就当windows那样用就好了嘛 对 那他默认不是启动一个中 这个界面吗 点点的话呢 直接就选择中文就ok了 但是呢 如果是你想把它稍微的搞清楚一点 你就发觉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版本太多 对 版本太多 然后呢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主控制 你说当前的这个linux系统 听谁的吧 就是rtl是听谁的 我说啊 我们要听什么redhead 嗯 但是redhead的话呢 他不生产代码 哎 这半年没出来 嗯 半年没出来 等一下 我们再看吧 那redhead不不生产代码 redhead只是测试代码 对 只是测试代码 那么redhead测试代码的话 那呃 就是说那 代码从哪来呢 那么我们说内核部分 它是从kernel的 嗯 听linux towards的 啊 然后呢 有些版权方的话 他可能又把这个软件 license改掉 让redhead又不能继续用 嗯 所以redhead它并不是一个实际做主的 嗯 这边太慢了 太慢了 control out加退格键 嗯 就可以关掉这种通讯界面 啊 control out加退格键 关掉通讯界面 嗯 那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它启动到哪个地方了 这个因为我要trouble shooting 啊 现在我不管那么多吧 我先重启一下吧 嗯 啊 重启一下 等一下的话呢 重启完了以后 咱们再来看 嗯 那你也已经看到了 就在我环境变量没有改的 就是在整个的全区变量 我还没有重启过 没有生效的情况下 嗯 对吧 我改了某一个个体的那个文件 对 那它登陆进去后就生效 嗯 是不是 那就是设定什么呢 全局和设定个体的这个区别 嗯 是吧 就是设定全 设设定全局的变量 和设定某个个体 啊 这样的一个变量 是吧 嗯 分别在两个配置文件里面 对 一个是 在那个 ETC下的SysConfig当中的 i18n 嗯 i18n是表示什么呢 以i开头 以n结尾中间18个字 叫做国际啊 就是好像叫做什么international 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国际化的 嗯 这是一个标准 这是一个工工业的标准组织 嗯 就是它是希望在软件里面啊 实现 就是整个的信息系统里面实现什么呢 跨国的这个语言啊 通用 所以的话呢 我们是设计 语言是设置i18n 嗯 这个i18n的话 大家可以在网上查找到 它是一个 就是世界性的组织 嗯 那如果要是你是临时更改的话呢 就是language等于什么什么 那你也可以前面加上一个export 是吧 嗯 export 那如果想更改自己的话 永久的更改自己的话 那怎么办呢 写到那个文件里 啊 vi 是吧 你的主目录下的.bash profile 对吧 在这里面的话呢 加上什么 那我也是当一个 export 啊 lng 因为我为什么老记得export呢 因为我原来就犯过这样错误 我不加export的话 不把它变成环境变量的话 我的子shell它是不生效 啊 嗯 这是更改个体的是吧 某种系统 这是永久的更改某个人的啊 临时性的更改某个人的是这样的 啊 是吧 临时性更改某个人 那么这是永久更改某个人 嗯 然后呢这是把环境 就是整个的系统 系统 别管是谁 默认的语言全部都变成什么呢 中文或者英文 嗯 对吧 ok 现在系统应该启动完了 我们看一下 输入 是吧 嗯 登录进来以后 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 就是 中文的 是吧 嗯 还是这么慢 那么 如果是我们看文本系统啊 就是通过文本方式去管理也好 还是通过文本方式去设定也好 都是比较简单的 嗯 但是呢你只要涉及到图形这个方向啊 方面啊 就特别麻烦啊 啊 就特别麻烦 为什么特别麻烦呢 因为呃 就是因为整个的系统的话呢 在图形这个里面的话需要启动的组件啊 一下子就复杂了很多 对吧 那么就是要 比方说我现在问你呃 Windows启动的时候要启动哪些东西 那就太多了 是不是 但是我们如果要是看到文本界面的话呢 启动的东西很少 现在的话呢 并不能出来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我先把它关掉啊 念出个Xinit Xinit Xinit是打开一个非常简单的界面 我看一下 Xterm没有中 这一换系统的话就是麻烦 你看我看我看到他说什么 Xinit 没有发现这个文件 没有发现文件 Xterm这个文件 因为我现在装的这个系统 并不是我去装的 嗯 我也不知道装了些什么东西 那我要cd到MNT里面的package 里面还是那样啊 大写的p是吧 嗯 然后到这里面rpm 跟ivh xterm 把这个装上去 你看原来是没有装的嘛 嗯 他已经告诉你了说 这个程序不存在吗 对 不存在在path这个路径当中 嗯 这个环境变量 在那个path 这个变量所代表的那些路径当中 是吧 对 并不存在 那我把它装上去 那他说有依存关系 嗯 那么他说依存哪个 我就自己手动来解决 LIB 是吧 X AM AW是吧 你看 对 那他已经告诉我说这个库不存在吗 嗯 那我就把这个库装一下 对吧 呀 他又需要这个 哈哈 这就是YAM你永远遇不到的问题 啊 XPM 是吧 对 3点多 按table键自动补齐 你用YAM 直接就他帮你自动安装这三个包了 你也不知道 这个依存关系该怎么解决 但是我们如果用RPM的话 遇到很多问题 解决了以后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 这些知识都是你的 那我再去装倒数第二个 是吧 像这个 然后再装什么呢 第一个 对吧 这样的话三个包就都装上了 都装上了以后 那这是一个手动解决 一层关系的问题 这是我刚才典型的 A包需要B包 B包又需要C包 对吧 你看 是吧 是这样的过程 那我现在的话呢 再去输入一个什么 XNIT StarX启动不起来 StarX要启动的东西极多 那我现在的话呢 想启动一个 就是小的一个子极 我看一下 能不能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没有 启动起来是吧 那我原来是运行StarX StarX运行的东西 太多了 启动东西太多了 不行 那么我这个时候的话 再去运行什么呢 下部啊 比如说genome 我知道的话呢 启动下部是genome session genome session 直接回车 你看 矿有了吧 对 那这样的话至少我能有个窗口 我能看执行到哪个地方 它就不行了 你看吧 它是在坚轻什么东西 你看现在实际上已经是 已经是那个就是 已经进入到那个死循环了 为什么StarX的时候不行 那这时候我们已经能看到它是 什么问题了 应该是什么CVS 什么什么警告 这是一个新的文件系统啊 他说什么远程管理 什么东西 一直的话呢 报这样的错误啊 这可能是我们设定语言 设置不当 有关系啊 我看一下啊 这就稍微有点麻烦了 是吧 嗯 我Ctrl加C C C的话就是 停止执行的一些程序 嗯 那么我看 start kde start kde不行 start k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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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就太小了 我把它关掉 嗯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字符集定义一下行不行 UTF-8 是吧 对吧 然后我再去什么呢 XNIT 我需要重新登录一下啊 对吧 我重新登录 重新登录一下就是那个 你看这边 这边已经看到是设置完语言了是吧 对吧 但他并没有显示出来 啊 我再去运行一个 去弄 30 又开始了 又开始这种咨询完 是吧 CVFS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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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螺子 词曲 李宗盛 看一下啊 他能不能启动去了 全都是中文的 是吧 历经艰险 是不是 那为什么 就是大家不要看这个这些 这些都是照片 这些都是图片 这些图片 那这就是有些是中文 是吧 有些还是英文的 因为我在启动的时候 我保留了那些东西 那刚才的话 那个错误 就为什么StarX启动不起来 这个大家 就是我不想给大家再太多的去介绍 大致讲一下的话 就是se linux 就是我们系统启动的时候 一个关键性的安全组件 它阻挡我们 就是创建文件也好 还是做什么东西也好 刚才的话有一个插曲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以后你遇到这种插曲太多了 那像我这种就说 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我要耐心去解决 如果你要想以后 避免太多的去遇到这些问题 那尽量就怎么样 少去动这种图形界面的这种修改的东西 你比方说 有些人的话 就喜欢做一些什么 就是他 你看这个字体 叫true type的 是吧 很好看 那原来的话 在不支持true type的时候 他就要从微软那边去cover几个来 美化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什么 就给自己找麻 当然你有很多经历 你愿意把经历放在那边 而且你的工作又跟相关的 那可以 但是我个人的话 我就很不愿意去解决图形界面的这些问题 因为他的脚本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他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你要哪个公司会雇佣我去 给他们美化这个界面 不会吧 所以不要跑偏了 如果你做运维 做内核底层的开发 还有做什么 做这个 比如说C++的开发 或者C元开发 或者Porsix开发 或者做什么QT开发 或者做什么这种 就是说这种管理 数据库管理 等等这些工作 你没有必要去 太多的去把这个界面怎么着 你只需要的话 启动 就是有一个比较牢靠的东西就好了 如果要是你去做一个什么 比方说手机的界面的研发 你要去调这 调那的话 你可能付出劳动是应该的 总之的话 就是图形界面尽量不要少碰 那么就如同我刚才那样 我去把它解决了 是吧 如果你自己遇到太多的话 你可能总是被磋伤 但是我的话习惯了 说到我就是习惯了 但我看已经是给大家成功弄出来这种中文界面 对吧 就是改几个变量而已 嗯 就是设置这个界面 那刚才我是怎么样做的呢 我是把 就是se Plus关掉了 se Plus关掉了 因为S Linux的话 我不知道哪个地方 他可能认为zh像尔像Cn的话 需要去更改某些东西的时候 它拒绝去更改 嗯 那它为什么拒绝更改呢 因为它有个message bus的话 这个东西 它好像启动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错误 因为我看到这个message 这个文件里面的话 出错 AVC的错 AVC错误一般都是由SE Linux引起的 所以把SE Linux关掉以后 又把这个服务重启了 重启了以后的话 STIX就OK了 复杂吧 麻烦 其实的话 我们说了那么多 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我没有讲 就是你运行什么 比如IIT5 是吧 或者运行什么 IIT5和GDM是一样的 IIT5就默认去运行GDM GDM的话 里面你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你直接去选择一下什么 就是说语言 就是关机是吧 这是什么 这是一些设置 那么其他 就是你输入完用户以后 是吧 他就自动的从他的那个 就是那个点 点 bash profile当中去读出来 你这边要用什么样的这个语言 要用什么样的语言 那么键盘的话 是什么样的键盘 他这边就出现了 而在RT5里面的话 就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 就是没有那么复杂 直接输入GDM 或者输入什么 IIT5都一样 IIT5会调用GDM IIT5会根据你的配置 调用GDM 那RT5的这个GDM的话 就是在界面下的话 就可以进行配置 是吧 你看这边不是有语言吗 对 你这边的话 直接选择就好了 如果你装过语言包的这种字体的话 它会显示出什么 就是显示正常的 你看这个的话 就是正常显示 对吧 这个的话 就是没有装这种语言包 没有装语言包 我们看一下 Chinese Chinese 你们大陆是吧 没装 是不是没装 对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它关掉 是不是 关掉以后 RPM GDM就是说 你一旦把它打开以后的话 它会自动的去 就是关掉它以后 它会自动的去 自动的去重启 因为IIT的话 它会使笔 就是它有一套机制 RT5里面是这样的 嗯 那又打开了 先换一个虚拟控制台 我签上的另外一天吧 嗯 那这个地方 我输入一个什么呢 C到MNT下达 serve mode下去 是吧 RPM -ivh font -chinese 对吧 对吧 原来是没有装的 嗯 现在装上去 装上去以后的话呢 再重新 重新让它打开的话 那个中文 那个地方的话 就应该是 就是有东西了 啊 就是有实际的字符 而不是那种 编码的那种格式 好 啊 GF7 是吧 嗯 GF7 这是第一个图文界面 那它再去打开 再去打开 我们再看 嗯 中国大陆 是吧 那其实的话呢 我们刚才说 试着变量的方法 是一种根本的方法 那你可能不 就是你可能知道为什么 而这种方法 是最简单的 你只要去选择一下 中文就OK了 进去就完事了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根据情况的话呢 我们仅仅是设置 语言这一关 就给大家 啰里巴缩了太多 目的是让大家的话呢 自己可以去搞定 嗯 以后 遇到大多数的情况 自己都能搞定 而不要再去什么呢 细体互动 那我给你讲 这样的方式 是不是也 确实是最简单 是吧 确实是最简单 但是呢 这种方式的话呢 你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 未必能解决掉 嗯 好吧 好 还有的话呢 这边的话就是一些 比如说输入法的这种设定 嗯 那么我们先看到的就是 呃 重新说一遍 是吧 嗯 那么 如果暂时的去设置一下 自己的这个 语言 那么就是export 是吧 对 然后把这个语言的话呢 来LNG 这个变量啊 这个变量名 等于什么呢 等于你想要的这种语言 嗯 加国家 再加编码 对吧 这样的设置完了以后 那立刻就生效了 嗯 是吧 如果要是你想永久的 就是自己啊 我个人永久的生效 那么就是改你自己的什么呢 配置文件啊 一般的话呢 设置两个变量好了啊 Language这个变量 或者是还有LC 系统性 奥这个变量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可以设成 UTF 嗯 8啊 那如果 而是你想改系统的 永久的更改环境的 系统环境的变量 谁登陆进来 默认的语言都是什么 英文或者中文 那就改什么呢 I18N 对吧 这就是我们刚才的三种方式 嗯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想设置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这边的话呢 想设置是图形界面的话 那你就很简单了 光想设置图形界面 是吧 GDM 啊 就完事了 登陆的接口设置一下 对 或者你运行IIT5的时候 那直接设定一下就OK了 对 啊 这就是什么呢 非常简单的方法 嗯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会介绍一些什么 输入法 或者是一些什么呢 这种就是中文界面下 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 嗯 好吧 拜拜 拜拜